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你细在尽在永在 神结到万代 亘古不变 直到永远 愿在网友之前 你荣耀充满彰显 在永恒中 你慈爱共一一张圈 你喜在尽在永在 慈爱永不更改 亨古不变 直到永远 愿在创世之前 我一梦就书间悬 来彰显你荣耀在基督里面 我敬拜 我敬拜我尊崇 我全人赴负 用心灵整理 敬拜我祝 我敬拜我尊崇 我全心相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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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我们在生活中 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都可以在圣经 真理中找到答案 信仰Q&A 关乎生命的问题 无奇不有 在你的人生道上 是否也充满困惑呢 生命中的每一个为什么 都能从圣经中找到解答 让我们一起进入 信仰Q&A 在基督教的神选里面呢 如果说到圣父 圣子和圣灵 就是指上帝跟耶稣基督 还有圣灵 就会说他们是三位一体 那什么叫做三位一体呢 还有在圣经的里面 有没有提到过三位一体呢 就来听听蔡牧师的分享 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 从旧约的希伯来文 就是原文希伯来文 或者是圣经的原文希腊文 当时候都没有出现这个三位一体 这个词 这是一个实际的状况 但是如果我们曾经有机会 好好的去读一读圣经 我们就会发现明显的 有这个三位一体的观念在里面 所以我简单的先说明一下 这个三位一体的意思是什么 其实这是不太容易 用简单的话来表达 但是可以这样说 我们所信的上帝 他是独一的上帝 这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观念 讲到这个独一性 或者是说唯一的这样的观念 是很重要的 所以三位一体 这个一体就是 特别在强调的是一位上帝 那但是为什么又是三位呢 其实这里的三位指的是三个不一样的位格 所谓的位格就是在指说 一个人他有思想有意志 他会有情感 会说话 会行事 有独立的自主的这种行动 这就是所谓的一种位格 就像你我都是一个单独的位格 我们都是有自己的思想一致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情感 我们会说话 会有我们的决定 会跟人有建立关系 那这就是一个有位格的存在 我们讲到说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的 这位独立的上帝 他却是有三种不同的位格 而且是同时存在的 这个已经超过我们能够理解 因为既然是三个不同的位格 可是加起来又是只有一位 一体的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那我先来说说圣经里面讲到的 这三个不同的位格 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圣父或者天父上帝 他是从创世纪里面就说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他是创造的主 是万物的起源 而且我们也知道另外的两个位格 都是由他所差遣 就是圣子耶稣基督 他是第二个位格 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 他也是在创造当中参与 但是他更主要的一个任务 就是来到这世上成为人的样子 他被称为是神的儿子 他来到世上就是要为世人的罪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代替我们 然后完成救赎的工作 并且他从死里面复活 回到天上 在那里还继续的为人来祷告 第三个位格 我们称他是圣灵 圣灵 圣灵 圣灵上面另外一个给他的名字 叫做保慧师 这个保慧师的意思就是 好像有一个人在你的旁边 陪着你 扶着你 来帮你打气加油 安慰你 鼓励你 而且甚至是有必要的时候 他还扮演那个辩护律师的角色 他在那里为我们辩护 就是当我们面对控告 面对攻击的时候 他好像在为我们辩护一样 这个圣灵保慧师 他还更重要的是 他在人的心里面 来感动人 让人愿意相信 接受这个信仰 让人愿意悔改 承认自己是罪人 让我们能够读得懂圣经 能够明白上帝的话 甚至他给我们有不同的能力 来传福音 让教会可以建立起来 所以我们看到 圣父 天父上帝 圣子 耶稣基督 还有圣灵 保慧师 都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讲到 是上帝 他自己 却有三个不同的位格 所以圣经里面 每次介绍的时候呢 也都强调 天父上帝是神 耶稣基督是神 圣灵也是神 圣灵不是只是神的能力 他也是神 耶稣基督不只是神的儿子 他是有神性 百分之百的神性 他也是上帝他自己 能为肉身的样子 所以当我们这样认识的时候 我们就说 原来有三个位格 同时独立的存在 他们却又是一位上帝 这当然这已经是超过我们 理性上面所能够理解的 但是圣经很多的地方 都讲到他们是同时存在的 像这个耶稣基督 他在受洗的时候 我们看到天上有声音 天父上帝在里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然后同时圣灵又像鸽子一样 从天上降下来降在他的身上 所以那个场景就是三个位格 同时的存在 而耶稣他也说 要我们奉父子圣灵的名 来为人施洗 所以在一个人受洗的时候 是奉父子圣灵的名 可是这个名又是一个单数 这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我们看到 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 都呈现出这样的一个 看起来是矛盾 但是却是一个事实 也就是我们有独一的神 但是他却有三个不同的位格 而且是可以同时存在的 他并不是角色的转换 或者戴不同的面具 他是同时存在 所以我们要说 天父是上帝 耶稣基督是上帝 圣灵也是上帝 可是只有一位上帝 也就是一加一加一 但是却是等于一 我想我们很不容易去说明 也是超乎我们理性 可以了解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 信仰当中有太多 是超过我们理性范围 能够了解的 但是很重要的是 我们要知道 原来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真神 他是分别的 成就那个重要的使命 而且是跟我们生命有关系 我们可以用心灵诚实来认识他 这就是最宝贵的了 我们今天讨论到这个三位一体 那很多人觉得说 哎好像不太符合人的逻辑 也觉得呢很难去理解 但是呢这种奥秘的事情呢 本来就不是人的理性 人的头脑所能够理解的 因此圣经里面才会这样告诉我们说 这个隐秘的事情呢 是属耶和华的 我有明显的事情是属于我们的 也就是上帝会将 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 启示给我们知道 而当我们不太明白 这些奥秘的事情时 我们就能够祷告交托给上帝 重点就是 我们在生命里面 是不是真实的经历到这位神 而不是只是头脑里面的知识而已 因此呢很盼望 我们透过今天的分享 我们也更多的来思想 到底在我的生活中 我有没有跟这位爱我的上帝 建立亲密的关系呢 我是不是知道自己 所信靠的这位神 是什么样的一位神 我觉得这个呢 是更加的重要哦 好今天的信仰Q&A 就分享到这里 祝福你喜乐平安 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拜拜 开你心门 让他进来 他要挪去你的罪和忧伤 他或许不会再来到 请打开心门 让耶稣进来 欠他守 欠他定恨守 让他指使你道路 天是夜未眠 天天陪你到入眠 天天陪你到入眠 天天联络 请用电邮 或是发短讯给我 我的电邮是 TIANSHI小老鼠 Liangyou.net 短讯是 13229966122 13229966122 请注明节目简称天使 非常非常的期待 你的来讯咯 天使夜未眠 陪你到入眠 进入眠 江桥 你 赵 自然 回答 你 不会 你 在